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这里要多谢昨晚很多位打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最近在澳门六根娱乐场都举报收到1000元港元的假钞 接下来15号和19号又再出现这个假钞 目前虽然在娱乐场又出现这个假钞 但是司警都要提防大家要提高警惕 市民和一些商家应该如何去分辨这些假钞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来谈谈这个话题 警惕澳门又再出现假钞这个问题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司警局发言人蔡英辉先生 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执业大律师洪明坤先生 洪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打电话上来和我们沟通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的 电话号码是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研究网上的网站 我们的微信Facebook和我们交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澳门最焦 社会文化师师长谭俊荣 今天到访 谭仔空灰长者入间护理中心 互动气氛热闹 谈访期间 谭俊荣和长者拍唱 并与长者交流 问候他们的身体状况 以及对本澳长者服务的意见 谭俊荣站上中心 早前转型成为本澳首间湿智症长者 一间护理中心以来 胜效不错 今天是国际湿智症日 有卫生局和社工局共同次立的 位于三顶医院急诊大流的 湿智症寻疗中心建幕 而逝有社会文化师师长谭俊荣主持 谭俊荣在致辞时表示 本屋目前大约有4000名 湿智症的患者 湿智症寻疗中心 结合作卫生中心 三顶医院多个专科 社工局以及多社会服务机构资源 为湿智症患者提供一阵式的诊断 治疗以及社会服务资源 清中地下住户今天提爆 地下防火层已被陆属者占用 摆放床铺、行李箱、鞋及多袋浸密 住户批评地下管理公司 没有做好保温工作 向房屋局反映 但不过都回复是属于管理公司的责任 随即报警求助 房屋局表示 昨日和今天曾到清充大厦 现场巡测 大厦两座15楼已未发现有关的情况 局方已集成管理公司 敦促做好清充大厦的楼宇管理工作 包括加强环境的管理 以及人员的配分 要求加强巡测各个楼层 不允许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好了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我们和大家谈讨的话题就是 要警惕澳门再次出现假抽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施警局的发言人 上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之前我们就看到报纸 就说六间博彩机构都有收到这个假抽 以及最近又再次发现这个假抽 蔡先生可不可以和我们市民 都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是怎样的 是 那在本月的9月13、14日 那我们的接案就发现有20张 和Number就是CQ256474的 香港汇丰银行1000元的假抽 在赌场面就出现的 那所以因为数量比较多的 就平时可能是零星的出现的 那我们立刻就做一个警情通报 在领导层的市市之下 因为为什么呢 就不想这些钞票在市面上流通的 因为现在所见到那个情况就是 一些赌客在赌场里面行使 或者赌场根据帐篷里面 就是在各方面途径 比如赌台收回来的钞票里面 发现这20张的 那我们通报之后呢 那个流通就大量减少了 比如假设这13、14日 是总共收到20张 是吧 那之后都有零星出现的 就是证明我们的警情通报是有效的 就是令到赌场自己的 那个职员啊 或者他们的保安啊 都警惕回这个情况 或者赌客 比如我们的赌客比较多 是来自外地的 比如是内地或者香港 那我们都希望透过不同的道径 向他宣传 包括传媒朋友啦 比如你们电视台那样 报纸、报章那样 是向他传达这些资讯 那目的首先就是呢 那个犯罪行为人 首先是 不可以 达到他的作案后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是资讯 已经是广播这个社会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 那个收到假钞的那个 就是证人啦 我们在法律上面称过的证人 那收到之后呢 他们自己见面了 有移民的时候 他都不敢再行驶出去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最害怕就是 行驶是在社区出现的 因为在社区出现呢 我们那个港大的市民呢 会是受侵害的一群 现在赌场的措施 都是暂时看上去都是有效的 不明白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次我们发现到这个假钞 它有什么的特征呢 是 今次的假钞呢 是2010年版 香港上海汇丰 1000元的假钞 那这个是2010年版 就是呢 它设计 或者它的版本就是2010年 而是我们发现就是 印刷日期就是2012年的 印刷日期就是2012年的1月1号 那么它的假钞 清一色的编号 都是CQ256 414 那么当然呢 我们司警局呢 都不排除将来会出现新的 号码的 但是 我相信如果是 一些这样的情况呢 新的号码 或者 那个 它的防御特征呢 都不会好像这样 就是真钞那么真的 因为我们 现在看上去呢 它都是一个 不是好像真钞那样 用邮物去印刷的 是一种是平板 类似平板 一些真钞呢 可能就会如目寻珠了 嗯 就是是 譬如一些赌客是受责的情况之下 不是受责 或者叫做 它是 跟人换了 换钱那时候 是的 换钱那时候换了 可能一万元 银装拆一张 你不是那么容易就看到 或者二十张拆一张 它就未必会刮的 嗯 这种情况 那么它有几个特点的 嗯 就是第一呢 它是没有凹凸的手感 那么真钞 为什么有凹凸的手感呢 就是因为它是油墨 去噴上去 就是油墨引刷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的手感 凹凸手感呢 不是因应这个纸钞 那个本身的纸质 而是我们摸上去 一些突出的油墨 虽然它的纸质 都是有这个作用的 譬如 如果是一般 制作比较粗劣的 偽钞呢 它是好像用一些 普通的纸质 就是我们拍的那些A4纸 它是光滑的 那么这个真钞 它是用棉质去做的 就是它用了很多物质 是夹集在纸里面 包括棉 嗯 这样去令到它增加了质感 它目的不一定是 全部都是为了防艺的 而是令到它更加耐用 嗯 更加耐用 即是可能这个纸质里面 加了一些东西之后 练 是的 即是可以给这个纸 就耐用一点 耐用一点 是的 譬如我们看上去 真钞 我们看上去好像艺术那样 好像艺术那样 好像艺术那样 好像一幅画那样 嗯 我们的经验呢 或者其他一些行内人呢 就会当真钞是一种艺术品去看 我们来看看它 或者看看一张真钞的内容 嗯 这个是截至 是的 嗯 真钞呢 它这个有1000元 1000元就是有粒粒感应的 我们摸上去 咦?有些东西突出来了 嗯 就算人民币也是有的 嗯 人民币在国徽那里 我们看上去是一颗红色的 其实这个红色呢 就是每一点油脉这样噴上去 然后摸上去就突出来了 那假钞那里 它就没有这个反应 因为它是平板的 嗯 那另一点呢 很重要就是一个变色效应 嗯 变色效应就是我们看这里 那真钞 是呀 狮子头那里 那它是真钞 在真钞的情况之下 你遥防它呢 它是有一个变色 绿色和金色 会有变色的 嗯 那你怎样会有这个效应呢 就是因为它的油脉 和其他的不同 它是特意制造 用这个变色油脉去印上去的 达到这个 这个变色的效应 这些油脉很贵的 也都是很专业的 嗯 所以一般的真钞 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市民 澳门币也有的 澳门币也有的 但是它这个假钞 就是这个等于是彩色的 拼出来的 是的 没错 你自己摇一摇 就看不到它变色 是的 看不到变色的 没可能有变色的 另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现在看几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 就是一个水印 那水印的出现呢 就是因为它是真钞 就是做银子的时候 已经是做银子过程里面 已经是流空了某些围 就少一些 比如纸质 令到达到水印的效果 就是说水印它本身就是一些薄的 没有那么多纸张 做出来的效果 嗯 在做纸的时候成本都很高的 一定是做银子 那个样式才做出来的 那通常 或者以这批为例 是没有水印的 就是我们是把这个真钞 放在灯光下面 就看不到它有水印的反应 嗯 那么我们这张呢 就是一千元 一小小的一千元 那么我不排除那一千元 就是用一个可能是胶水 游上去 那么照下来好像是有 其实它不是做纸当中出现的 最后一点最重要呢 其实呢 银子那里就是一个开窗式的金属线 嗯嗯嗯 那么开窗式金属线呢 亦都是做纸过程当中 已经放进去 那么我们以真钞为例 是 真钞的我们放大一点 开窗式的金属线呢 它是有一个Hong Kong的字量的 还有它是变色的 所以其实这一版 这一版的港字呢 它有很多范围特征 而且成本很高的 我们是看到的 它成本很高的 魏钞呢 它完全是 这批魏钞呢 完全是 就是我们看一下 犯罪团否论犯罪人呢 它是做不到这个 开窗式金属线的 所以它是游上去的 嗯 又上去 其实我们 譬如商户可以这样做 放下一些真的港币 或者市民 看多一些真钞 其实一看真钞和偽钞 其实已经有怀疑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可以小心 或者拒绝去接收 如果真的不幸 接到一些怀疑的偽钞呢 都可以向施警局或者银行 去联络查询的 因为施警局作为这个 调查的偽钞犯罪犯罪的 专责部门呢 我们是会接受这方面的举报的 嗯 明白 是的 都是蔡石介绍了这么多 这个真钞方面的辨别 那我也想问一下洪老师 那其实如果在澳门呢 使用这个假钞 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那澳门有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偽造 一种就是明知这些假货币 你都将它转手的 那其实偽造呢 就比较严重一点 是2到12年的 因为这个是 你是由头到门去产生这个货币出来 而且这个即使是你没有完成到 而被警方抓到 也都是会受到处罚的 因为这个犯罪未遂 都会受到处罚的情况 另外一样就是市民 会比较接触多的就是 可能他收到一张货币 未必知道是假的 如果他知道假的 仍然都是在市面去流通 去使用的呢 就是中法的法例 那这个法例最高是 会判处五年的徒刑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如果市民呢 真的发现到假钞 他应该向警方报案 以便提供线索给警方 去调查这个假币的来源 这个才是市民应该正确的 而不是说将货币再拿出去使用 这个是一个犯罪行为 不明白 但是怎样去判断 他知道或者是不知情这个情况呢 这个呢包括在主客观方面 其实主观方面就是说 可能他本身身里面十张 已经有三四张是假的 那么其实呢 他有机会就是 他希望透过云水摸完 使用出去 那么好了 有时呢可能 有些人拿着大量的现金 那么可能需要 或者刚刚从哪里拿出来 他提供过来源 接着他传钱的时候 发现可能一百张之中 只有一张而已 那么这些情况之下 那么当然了 未必一定是证实 他是不知道的 但是都要其他调查 这些情况之下 可能会真的 很大部分他真的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使用了这部分的假钞 那么当然我们主客观方面 我们都要看一下 究竟其实他使用的过程里面 或者他本身的职业 可能也都 譬如你说有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叫他使一张一千元假钞 是根本没可能的事 那么所以有很多主客观的情况之下 去配合警方的调查的结果 嗯明白 好了我们现在听听观众的电话 现在要邪小姐再来 邪小姐你好 你好 那最近出现那些一千元假钞 那早几年已经是试过的 那在识别这个真偉的同事 那市民都要留意一些那些水印 和他那个金色的一点点那里 那他值不值 那现在赌场首先发现 因为通常那些散罪的人 散的那些假钞 通常都是去赌场先的 那就是至于市民方面 他就去不了那么大量的 因为赌场才可以换到很多假钞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那假钞的来源 为什么每年 就是隔没多久又会出现 隔没多久又会出现 那我们在打击偽钞的时候 我们的警方的那个警力和那个科技 可不可以 就是征破这些假钞的来源 这个是最重要的源头 因为一些我们印的那些 那些真钞 那些紫章 和那些油墨 那些墨 那些墨 不是那里面得到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联储 需不需要作一个出银子的内部调查 那因为我们不是港币 我们不是印港币 但是问题 就是香港那边 那大家都在回归 那希望在打罪 那些罪恶犯罪 打架那方面 是尽多一点的力量 不明白 那至少也想和你再沟通多一点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 比如收到假钞 或者怀疑收到假钞 这些经历呢 我试过收过一张十元假的人民币 和二十元假的人民币 我试过 因为我给了五十元 是针钞给那个的士司机 那就是国内的 不是在澳门 那他找回三十元给我 我就这样拿了三十元 那我就走了 那后来才知道是假的 因为我要用的 我拿去用 那别人说是假的 那才知道自己收到假钞 其实这一方面 就是吸收经验 那么自己要去认识真偉的钞票 他的真偉的性质是怎样 好 多谢谢小姐的电话 那谢小姐 其实之前都说到 其实这个来源 我们应该追查 那我都想问一下蔡sir 就是现在就听到一些 部企的举报 那你们有没有去跟进这条线索呢 其实这个 多谢谢小姐的问题先 那其实谢小姐都很专业的 我看她对我们工作的了解 就或者容许我 那我就先多谢她 另一方面 就是希望 那谢小姐可以利用她的专业知识 向身边的朋友 就讲传的 这个是施警局呢 宣传其中一个作用来的 譬如我们社区警务那样 我们为什么施警局要这么及时 13、14号发生 15号就要向市民通报呢 就是尽量希望 本地的市民减少损失 那我们最主要很专业就是 她说到一句话就是 内缘地 是吧 行洗地 那行洗地 内缘地呢 都是我们警方调查的目标来的 我们澳门有一个很好的法律 就是呢 假抄它是工序来的 就是无论什么金额 假抄它工序 就是检察院或警方呢 就一定会开案去调查的 这个就是法律呢 赋予我们警察 有能力去做这些这样的 对这个犯罪进行调查 无论这个市民呢 他本身追不追究都好 那我们这么多年呢 就 譬如去年 我们在澳门呢 就出现了一些影印 或者叫列印出来的澳门币 那就已经是 出现了一个澳门的青年呢 就去制造和行洗的 嗯 那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就是 这些这样的钞票 除了这些这么零星的 在澳门制造澳门币的情况呢 其他的来源呢 我们看不到 暂时看不到在澳门那里 嗯 就是可能都是外来的一些 是的 那些来源 但是我们都很重视 所以一有这个钞票呢 我们都会和香港 首先 香港去联系 香港 比如这次是港智 那我们会和香港警方呢 就做了一些情报交流 嗯 以及和内地那里 因为澳门是一个 国际的都会来的了 嗯 其实我们接受着 不同的 那个货币 在澳门那里流通的 啊 这个是我们必须 经济发展 都要付出一些 少少的成本 啊 但是 暂时我们看到 那个警务合作 是很畅信的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高流通 比如美金 港币 是高流通的 其实你去到 我们神州 或者去到其他 或者就算我们去到 泰国的路由城市 它都是接受的嘛 嗯 究竟是哪个地区去制造 令到那些钱的流通呢 我们还要一系列的工作去处理 我们看到 暂时看到 这个港币呢 就是跨境犯罪来的 嗯 就是制造地和行为地是不同的 行使地 行使地是澳门 嗯 制造地就应该就不是澳门了 嗯 好了 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先 先去看看天气预告 回来我们继续探讨 好了 分离我们澳门开港的现场 我们都是继续听听观众的电话 现在有袁先生 在线 袁先生你好 嗯 你好啊 主持 你好袁先生 两位老板 是这样 那根据今天的主题呢 我都想给一些意见 那关于赌场接狗 搞人家一样东西 整个社会都是很搞笑的 因为这么大一个 一个叫做社企 不是 社企 不好意思 这么大的企业 应该呢 他们的识别呢 包括机器和人呢 是足够的 就好像刚才你们其中一位嘉宾 属于是社团 那就是教市民怎么识别这些 民主的意识呢 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他知道 但问题我们始终呢 都是防备不到一些东西 就说呢 好像庄和河 庄那些呢 他们呢 根本上 那些机器 不停留着 他就立刻放进去 那 就跟着被图码到 那 但是呢 他不注意到 有一样东西 就是这部机器 究竟是否可以 同一个 一个 就是 反光啊 反光体的图案 就可以识别出来 我未必一样 就行了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你要提的是 就是 有些市民 就好像受到一些灾害 但无疑中有犯规 你看看香港那边 所有的食店 一千元 通常大的茶餐厅都不会收的了 还是地区的差距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现在是戒心很重 很害怕 遇到这些情况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可以特别提一提就是 有时候几处 我们的钱是真 但是收回来的人民币 是假的 都有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呢 我通常是这样的做法 因为大陆开了一张卡 是不是 那行了 你现在你和我唱了一些钱 你立刻就要放到我的卡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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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說得很對 那些凹凸問題都要看一看 但是他的時間又找不找他這樣做呢 在這個公司裡面有一個制造的 袁先生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會怎樣去識別這些假鈔 還有這些 你自己會不會收到一些戴帳的銀子 自己會特意去留意 去看一看 去摸一摸這些特徵呢 會的 會的 現在的 真正的銀子 其實我覺得一摸我的手段是很遲一下的 這個凹凸是很清楚 很清晰的 再加上來說 自己要小心鎖銀子的時候 都要經過他的那部機 但是有些機器未必是卡住的 尤其是他未升級 或者是他錯別認識 都有這些情況發生的 那市民有很容易 當有些是假鈔子 當真鈔子 用了出去的 所以我怎麼預防這件事呢 有很多方法 當然了 當時 阿Sir覺得都很對 我覺得 辭子 阿Sir覺得都很對 因為有很多技術的問題 我們在河湖那樓放出來 給市民 要抬高市民本身對參與認識的 認識度多高 還有要學年輕一點 現在澳門很多人 大家一千元都很少用得到 很少接受到給你的 你就算是不補水 也不敢收你的 大家以後都要小心一點 但是他記得一件事就是 我識別的能力是差 那些水我不收了 麻煩你去換鈔雲和什麼 你給我換一些圖紙給我們用吧 好 謝謝完生的電話 我們再聽聽下一位觀眾 李生的電話 李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李生 剛才講講 因為我們的司法警察的人員 都解釋得很清楚這個假鈔的問題 還有都很教市民去分析這些 真假和人之的細節 這一個是提醒市民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看看這20張偽鈔 會在哪裡流通賭場 還有是什麼問題 反而我們現在一般的市民 在市面上行使的紙幣呢 是以澳門為主 再來呢 反而是人民幣為富 因為我們很多 早過的朋友來澳門去消費的 反而這兩樣的紙幣呢 我們反而接觸得多些 為什麼賭場才發現到港幣呢 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 因為是一個迅速可以更換到一些銀紙 就是用來清洗淨的原因 但是你說一般市民呢 你如果拿著一千元港幣去買東西的話 你也要求補稅啦 所以呢 反而市民的人 會少些接觸到的 現在是我們一手小商家 如果面對到這些假錢的時候 要怎樣去做呢 那麼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澳門政府呢 就已經有很多個天眼了 天眼現在是一個監控的監察系統 對於很多犯罪的行為 他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現在最好就是什麼呢 現在這些所謂的監控系統 現在是非常之便宜 真是同意當初來的 非常便宜的 我相信我們一般的舖家 或者一些小店 對於這些這樣的設備呢 購買或者擁有都不是困難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對於一個澳門的市面 的危險性有這麼高呢 我相信就沒有這麼大的隱憂 反而在賭場上面 但是呢 也多謝我們的司法部門呢 是這麼細心地提醒我們的市民 第一呢 就不要被人利用了 叫我們用這些假錢 第二呢 如果用這些假錢的時候 要面對律師所說的 這些這樣的責任在哪裡 但是呢 反而在賭場那方面呢 我相信是留意一些 但是你說澳門的市面上會不會有呢 我相信是比較少一些 還有呢 這些1000元的港幣流通 經過你們報道之後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留意了的 還有會小心了的 那你說是不是好像 剛才所說的 指責各方面要去到這個階段呢 好像是一個國際型警察局 那樣的玩法呢 我相信 澳門還沒有去到這個階段的 但是呢 這個恐慌性 因為如果你是拿這個話題 講到這麼大的時候呢 恐慌性就變成 你也見過了 澳門 連一些省紙都說不肯收的 那如果你再要搞到 連港幣都不肯收呢 那就真是麻煩了 好 謝謝你們 好 謝謝李森比的意見 那也是想問一下蔡秀 那之前聽到李森 其實她說得都很對 就是如果在賭場 就算不是說那些帳房收錢 可能這些 找碗店 或者商店商家去用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CCTV 就是有T-CAM拍著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利用這些線數 去追查這些源頭 那說回這二十多張的偽鈔 那其實是賭場發現 未必就是可管收了的 而是可能就是賭客拿些錢 想著去賭桌 搶一些籌碼去賭錢的時候 被可管發現的 那你說可管澳門 就是這麼多可管 每個人的質素 或者賭場的要求都不同 是吧 那我們都調查著 究竟這些錢是怎樣入了商 然後在帳房發現的 但是未必全部都不是在帳房才發現的 其實當場已經發現的 那我們在這些當場發現的 就是當時是嫌疑人 我們調查之後 包括根據錄影 是有這個客觀情況 他是不是故意行使的 包括是他跟一些人換了錢的 我們正在追查這些嫌疑人的下落 但確實這個案情就不能透露了 其實我們去年 去年在這個 這個港幣都是在賭場出現 都是有出現的 所以我們施建局 已經是作出一個措施就是 向六間這個持有賭牌的 澳門娛樂場有限公司 跟著就發出這個通告 就跟他們做一個培訓的 就通知他們 可以跟他們的可管做出培訓的 就識別這個危鈔 還有另一個作用就是 告訴他們 其實你受質疑之下收到的危鈔 都是有機會是共同犯罪的 我們假設一個情景就是 你一個普通市民 收到一張假鈔 跟著他家人是做賭場工作的 他虧了一千元 他又拿去用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有機會出現共同犯罪的 你受質疑之下 他用了這個錢 就是說我們可管本身 都要很小心去檢驗銀子 否則你本身 都會扶上一些刑事責任 所以剛才李先生所說的情況 其實施警局 一直都是站在這個最前線 以及站在市民的角度 去看一些犯罪的 我們不是想著引去這個社會恐慌 而是我們想著減少的損失 假設如果剛才所說的有賭客 跟別人換了錢 然後他換了錢之後 賭場是沒有用的 他在附近的食肆 用的時候 其實都是留給市民的 我們通報就是因為兩天之內 或者幾天之內 出現了二十多張 這個是不尋常的情況 及時作出這個通報 都是符合這個社會公眾利益 其實我們是做了很多工作 這個工作也是受到港帝市民的支持 以及達到這個社會要求的 剛才袁先生那裡都說得很好 他說賭場應該加強這個措施 其實他比較 即是對一些學官 多做一些培訓和管理 他的意思就是 跟前線就是對著這個來源 是的 希望他們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讓我們的工作 可以更加接近這個市民 更加和社區發展好這個防罪 也想再請教一下洪老師 就是澳門剛才你說的 那個是偽造假鈔的罪名 但是如果是使用者的話 使用多少才會判罪呢 或者是金牙的數量是怎樣分配呢 其實澳門法律只分兩種 一種叫硬幣 一種叫紙鈔 使用紙鈔就最高五年 使用硬幣就最高一年 其實最主要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最主要是警方有個提醒 市民 因為其實澳門也幾年前出現了 一些比較高的一些紡藝的貨幣 也都是受到外面的食肆都受到恐慌 因為它也都在社區流通了 所以變成現在還有很多商店 不會接受這個一千元的一些港幣 其實正如袁先生所說 現在其實那個消費模式 可能轉了一個叫做電子化的消費模式 其實偽造貨幣呢 不是只是偽造銀子 才是一個偽造貨幣 它也都有一個法律 也都是法律規定了 有一個等同捱造貨幣 包括你捱造信用卡 或者捱造一些信用證 這些都是等同一個叫做捱造貨幣 不過在澳門呢 其實澳門也都很流行 現在內地的銀聯卡 我們俗稱叫借記卡 也都是原生所說的 就是把錢傳入戶口 你可以用一張信用卡 又可以消費 在這個戶口靠錢 那種情況 那在澳門的法例呢 就沒有甘管這部分 是屬於一個偽造貨幣的 其實它也是等同一個 就是可以拿到錢的 也都是可以消費的 但是澳門在這個立法的過程 因為這個始終是一個 比較內地比較興起的一個消費模式 那我們的銀發電是九六年來的 到現在已經轉換了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呢 也都有聽過檢察院 也都有聲音認為 這個應該要修改這個法例 他們將這個借記卡 立入這個叫做貨幣的範圍裡面 不過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認清楚究竟 我們身邊所發生的 包括有一些令到人造成損失的事情 究竟立入什麼犯罪 究竟澳門法律能否保障到受害人 或者能否保障到社會的公平 不是那個法律 這個就是我們要想的 那剛才我們聽到的觀眾其實都在說 可能一千元這些港幣 都應該是預料場會出現多些 但是我們普通小市民 比如平時用的錢都是一些傘子 那些其實出現假鈔的情況會不會多一些呢 那其實我們要有一個犯罪 一定有一個成本效益的 那為什麼會出現多的一千元假鈔呢 而沒有出現那麼多 譬如二十元二十元呢 其實大家都要看一件事究竟他的犯罪成本 一個成本 和目的 那其實譬如出現這批假鈔 為什麼他要在賭場那邊去做這件事呢 那其實他就是看穿賭場 因為大量的現金出出入入 可能譬如說你要檢查一張銀子的時候 可能檢查十秒也好 那你已經時間不穩 一個帳房去慢慢去檢查這些銀子的情況之下 只要靠簿機 就是那個數抽機 數一數 那如果 Pass了就當作真抽 Pass不到就可以數多次了 真的數不到就 先詳細檢查 那所以在這些防藝特徵裡面 在市民裡面可能會學到 但是你在賭場裡面 可能真的時間不穩 不過他都會有基本的辨認 這個真抽 和藝抽的一個技能 但是只有 有懷疑的情況之下 他才會做 沒有懷疑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掃完機他就做不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成本效益 和一個哪裏容易入手的情況之下 嗯 明白 那我也想再拯救一下材實 剛才聽到你說 其實現在有流行一種騙局 就是說 用那些其他國家的一些真的銀子 去騙一些老人家去換錢 那種情況都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是 那這個就是剛才洪律師所說的成本效益 那譬如有些國家 它的面值 譬如一千元的面值 好像很大這樣 其實等值呢 譬如是澳門幣幾元而已 或者一元 或者兩元 那有些犯罪分子就利用了這些真鈔 就印上一些 譬如香港某些銀行的標誌 或者金牙上去 就是充當這個真鈔去行使的 那目的是什麼就是 因為這些真鈔 全部的那個房子 都是有的 變色金屬線 水印 全部都有 因為它是真鈔 因為它的成本 它可能拿回來就是幾元 然後印了一些這樣的標誌 它們變造 我們叫做變造的假鈔 其實變造和整張偽造 都是在同一個犯罪 一模一樣的 就不會因為它變造 就降低了 那這個情況呢 就騙一些 譬如對港幣不熟悉的 我們的市民啊 或者是遊客 遊客 是的 港幣不熟悉的 那它就會達到這個目的 就是可能大家 以後是換錢那裏 或者是有些朋友 或者都要小心一些 特別是 剛才說到呢 換錢那時候 可能一萬元中間夾一張 那些是很容易出現這種情況 其實我之前都要中個招 那洪律師是不是都有類似的經歷 那其實呢 有時呢 那些匪徒會看一下什麼情況 包括 剛才那個傑小姐說 在大陸 搭的士 這些是最容易的 因為晚上 你找完錢 白馬聲要趕著 錄車 那你就不會 還有面積細 你就不會很詳細 這樣去看一下 那張紙是真還是假 所以這些情況 很多 一般市民呢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絕大部分都會中招的 那當然 那其實這些情況呢 其實內地也都有 專門用法輪的監管 只不過 內地比較 地方大 你要報警 可能比較麻煩些 澳門有不同 澳門 其實你要去警方 任何一個分站也好 一個警局也好 其實都很方便的 只不過可能 下口供的時間 可能會長了一些 那當然呢 發生這樣的事 那我們盡量不要 令到那些匪徒 有機可乘 盡量去令到警方 可以第一時間 發佈給那些市民知道 讓他們做了更加好的警惕之後 變成他們的犯罪空間會越少 明白 好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去看看廣告 回來我們繼續談談 好了 回來我們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 就是警惕澳門 又出現那一千元的港幣假抽 那現在我們都聽聽觀眾的電話 現在有陳生在線 陳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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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生 你好 你好 陳生 你好 各位官員 各位壯司 你好 鄭先生 各位官員 首先跟剛才的官員講一下 鄭先生 有市民說你們 製造市面恐慌 不是呀 你們應該要這樣做 因為以我這個老爺和我的朋友的眼中 兩個局 一個司法警察局 一個治安警察局 不怕貨給貨 最怕不釋貨 你看看那些軍裝警員上街 又去逛街而已 不會主動執法違法 泊車那些不會 交通警員在舊法院 和大風銀行中間那條行 我們都看到有五樣違法的泊車 他們打電話 他們都說他們無法執法 他們沒有犯法 那你說是不是看你們 剛才說你們又緝毒 如果真的澳門沒有了你們的局長 你們領導 你們給你們選擇性執法 澳門已經好東西了 澳門叫做毒刀 不是賭城 是毒刀 那就說回洗假人子 你們聽觀眾和陽陽萬元這樣說 我本人呢 我就在賭場做了幾十年了 我自己手摸到用燈照 那些港幣 你知不知道我們怎麼做的 因為當年前回歸前 我們如果看到有一張假銀紙 發現一張假銀紙 慘了 因為那個客人 如果是用一張假銀紙 想到警司法 龍松街司警局那裡說 我是洗回來的 我不知道 那他一登記之後 他就可以離開了 我一次打個比喻 如果是晚上九點鐘 他那個客人 九點半就可以離開你的警察 李司警局 我們那個同事就慘了 一路坐到一點鐘 落口供落盛 跟著怎樣呢 每一起碼要兩次 叫你上去另外給口供落筆 他的時間是怎樣 他問公司 他幾點鐘下班 你可不可以擠 我們通常就早上六點 九點鐘就上去你們警察 那裡等 等到十一點多 落到口供 十一點鐘就能離開 跟著我們回到兩點 你說慘不慘 所以我們有個不成文的 不會說出來的 我們大家心照而已 我們把眼燈 蓋在銀紙那裡 那些手有手拿些銀紙出來 眼睛有看著旁邊左右 那就一定不會錯的 因為我們一給了他 我們進了個箱 一打暈它 就不知道是誰的 假不假都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因為我保護自己 不用我這麼慘 沒有掌甲 有更慘 做洗那個 那麼阿sir 你剛剛才說 教導那些賭場 或者那些傷害怎麼樣 不是的 你應該教導他公司 在那個眼燈那裡 給一個會響的 叫做到有懷疑的會響 那麼他周邊的同事就聽到了 不是他自己 如果他看 他一定可以看不到 你有響 他周邊的同事知道 想不看清楚一點 那張銀紙都不行 明白 另外呢 你說要 為什麽佳局 這樣花這麼多嗎 那些 兌換 那些他要自己上身的 要上身 當然是看清楚 你叫我 我們港元出疆的 那些人 我們接著 我們都不知道 看得多細 多細微 用手慢慢出 多謝陳先生 有這個問題出現 那作為賭場 或者那麽大的機構 都可以收到這個假鈔 其實我們更加擔心 我們一些中小企業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 假鈔的認知方面 我們更加不足 加上現時的科技 我想就真是日新月異 以往可以利用一些簡單 譬如說 一些 紫外光燈 或者一些簡單的認知 就可以知道 鈔票的真偽 我想現時這個情況 甚至會有一些 就是去到銀行 或者找換店 可能都會有中招這個可能性 所以其實 那當然啦 警方的源頭非常重要 怎樣去阻止 去打擊這些 這些偽鈔能的流入澳門呢 我相信在一些 線索的跟蹤 或者在一些打擊的力度 必須要加強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也建議 當然雖然澳門現時 暫時 似乎就不是很成熟 但是我覺得我鄰近地區 已經做得到 是一些電子貨幣的應用 其實我們在說 當然一些大機構 它有足夠的設施 設備和人員 包括賭場等 它可以鑑定一些 一些鈔票的真偽 但是可能一些 一些民間 一些咖啡室 或者普通一些 中小微企 可能未必有這個技術 和能力 所以我相對穩陣一些 或者確保這個 不要招致損失的 其實是電子貨幣的 一個廣泛的使用 我覺得在警方方面 其實第一 我要宣傳推廣 是不是可以在這方面 加大力度去 當然我相信 也要政府其他部門 配合 我想如果在各方面的 努力之下 我相信希望能夠 將這個澳門的 假鈔的問題 倒絕 零先生 我也想請教一下 你們的行業 以前有沒有收到 假鈔 會怎樣去處理呢 其實是這樣的 以往 我們也曾經收過 一些假鈔 譬如說 100元的港幣等等 當然我們根本真的很難去分別 甚至會收到一些 叫做人民幣的偽鈔 我們更加沒有辦法去分別 因為其實 第一 客戶的密度 和在那個 那個 那個 藝根那裡 不斷去上升 當我們進去銀行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明白的 如果是一間雙屬銀行 你數量不多 就知道肯定你是一個 叫做受害者 當時我們也是經過銀行 那個 叫做通告之後 我們就會 會現場 銷毀了這張 的偽鈔 或者交回銀行 當然 要我們報警 就相當麻煩的手續 我想上面 那個觀眾也說了 通常我們都避免麻煩 都是接受了這個損失 所以往後的話 其實我們對一些外幣的 接收 或者那個收 我們會有一個 更加小心 甚至我們 希望它 就是用這個 本地貨幣支付 嗯 很感謝零心的問題 那我們都是 回去 跟財生再談一下 就是剛才都是說到 其實 除了港幣 就是因為澳門 都是一個 國際性的都市 很多錢 都是在這裡流通 還有使用的 其實大家應該怎樣去 增加一個自己的 一個敵景體 還有一個便秘的能力呢 因為剛才回應陳先生的問題 很感謝他對我們工作的肯定 但有些觀點 我就不敢同意的 包括了他前一些 譬如 行為這樣 亦都希望他不要和朋友 宣揚這樣 因為剛才解釋了 我們為什麼在施警局 在去年那裡 到今年 向賭場 宣揚一些假鈔訊息 和相關法律 就是因為 不想他們 因為 怕麻煩 而是 令到假鈔入到賭場裡面 因為這個有機會 逐犯犯罪的 是同一個協同的 就是同一個假鈔的行使者 一起去共同犯罪的 我們的措施 有很多措施 包括了 譬如今年 我們發現了幾多危鈔 而這些危鈔收的何關是誰呢 譬如很簡單 他一年收幾次 我們其實 他有機會失去這份工作 也有機會失去一個 有機會成為共同犯罪的嫌疑人 其實這個成本很高的 成本很高 希望在這裏 就是提醒各位 或者賭場工作的朋友 希望他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途徑 我自己本身以前 做前線工作人員的時候 是落口供 都是遷就賭場同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鄰居 因為賭場 真的未必是 上班時間會給他落口供 我們是會等他下班 才落口供的 其實施警局 是對這個人性化的處理 是比較彈性的 這個工作不斷改進 希望陳先生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關於那個中小企 李先生所說的問題 其實現在隨著科技進步 我們施警局 除了在自己的網站那裏 每次有新型的偽鈔 發佈一些資訊 其實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也都是發佈這個 假鈔特徵的 即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手頭上 我們根據這個統計局的報告 其實沒有什麼本地市民是沒有手續電話 而是有手續電話 都沒有什麼本地市民不上網的了 其實他在微信那裏 是下載一些特徵下來 那他是方便他自己辨認 其實科技是幫助我們很多 也都是希望在科技的幫助之下 警察和市民和企業 可以更加緊密的在一起 那洪文師呢 剛才也想問一下那個問題 之前都說了澳門一個大城市 那麼多貨幣流通 那怎樣提高這個 警惕性和一個便秘的能力 那其實我可以很肯定 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 面對這個假鈔 不斷會出現的 只是不斷出現 所以每一次可能不同 好像今次那樣 可能防礙程度不高 但是也都下一次可能會出現 有不同的防礙程度可能高一些 那其實這些情況 其實你要單純靠警方是沒有可能的 那其實市民都應該有責任去 提供資訊給警方 還有一個透過警方可以發放 給所有的市民去警惕這部分 譬如今次即使假鈔 那個沒有在市面流通都好 那只是在島上那個流通都好 那其實外面的市民都會警惕到 原來有假鈔出現了 那他們會更加會注意到 會嚴重多些 究竟一千元的防礙特徵 是甚麼 怎樣去預防假鈔流通 如果你市民的意識提高了 變成你假鈔的空間就自然小了 那其實這些才是我們要預防的 但是至於你說譬如說要打擊 因為其實很簡單說 任何一個國家都想打擊這些危鈔 但是問題是 它的危鈔生產是非常隱蔽的地方 那它可能有時候出到你市面才知道 那其實你要追查一個圓塔 是未必可以做到的 所以是透過這件事 才可以透過市民裡面 沒錯